哈囉大家好,我是董杰安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模仿 在音樂中,模仿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 我們會去模仿我們所喜歡的大師 不論是他的技巧、和弦使用、弹奏的把位、甚至是器材等等 我們都可以透過模仿這些大師 慢慢的更接近我們自己所要的東西 不過在這邊我所要討論的模仿,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我所要討論的是模仿其他的樂器 我會去模仿鼓、貝斯、甚至鋼琴或是主唱 利用我在這些不同的樂器上所聽到的效果 透過模仿,並在我自己所學習的吉他上面做出這樣子的效果 而這樣子的模仿,其實在某個層面來說 它比我們去模仿我們自身所學習的樂器的大師 還來得更重要 我們可以從很多大師的演奏當中 看到他們去模仿其他不同的樂器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大師的訪談 他們彈到去模仿其他不同的樂器 是多麼的重要 這樣子的模仿除了能帶給我們很多不同的彈奏想法 也常常帶給我們不同的演奏手法 以及創新的東西 詞曲的編曲的編曲